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立國發火非同小可 繼瑞士外交部長凱西斯 較早前就住中國人權問題和香港的情況表態後 瑞士政府今天決定 要在11月的時候安排一次全民投票 這次投票的議題是什麼? 原來就是被當地公民 就著一項法律草案表態 就是要決定到底瑞士企業和銀行 是否必須顧及往來對象 有否涉及到侵犯人權的行為? 若然這個議案通過 勢必會影響在中國和香港營運的瑞士企業 雖然別人沒有特別註明針對哪一個國家 知不掛謀都知道他們在劍指中國 因為瑞士外交部長好日都不表態 一表態就連回都是針對中國和香港的議題 到底這一項公民投票通過的機會大不大? 實請瑞士當地人自己都知道 瑞士銀行經常是基於他們過於寬鬆的控制 以及對於商業機會過於自由而為人救病 故此這一項公民投票可以說是亡陽保勞 而且這個議案其實都說明 要限制企業和銀行和侵犯人權的那些人做生意 反對的人會有多少呢? 都寫到這樣了 所以我自己估計通過的機會都相當大 至於外交部長凱西斯 他連日發工 他在月初批評 說中國背離開放的道路 而侵害人權的情況日益嚴重 若然中國依然顧我的話 西方國家就會採取更果斷的回應 另外講到香港議題的時候 他就說如果中國在香港 平氣一國兩制原則 很多在香港投資的瑞士企業 會受到影響 其實上述這兩段表態 我們在前日的節目已經說過了 但是根據瑞士當地媒體的報導 就說海西斯因應西方國家的要求 就速請特區政府 要如期舉行立法會選舉 當地媒體就說 其實這個表態就等同於 為中瑞關係是火上加油的 當然連環表態 全部都是針對中國而說的 這是相當之少見的 瑞士一般都很少 就著這些議題發聲的 好了 海西斯就說了那麼多 就輪到中國外交部回應了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這樣說 說今年是中瑞兩國建交七十周年 這七十年以來 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瑞關係取得了長足發展 實現了互利共贏 中瑞關係發展的一條最根本經驗 就是堅持平等和相互尊重 中方希望瑞方珍惜中瑞關係的良好發展局面 並確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其實他這樣說 就算是相當之溫和的措詞 完全就是收起了 平時針對其他西方國家 所採用的那副戰狼嘴臉 和那些外交辭匯 為何彷彿對著瑞士 要好像掌頸就命一樣呢? 是否不看爭面都要看罰面 是否要顧及存放在瑞士銀行的資產呢? 真的不得而知 反正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外交部回應美國、英國、澳洲 甚至加拿大的延遲 和回應瑞士的延遲 完全有著一個天淵之別 然後再說說另一件事 這件事也很嚴重 首先 美國國會以國家安全受到威脅作為理由 要求六間美國著名大學 在限時之內要交出 在過去五年多以來 接受多個專制國家 包括中國和俄羅斯等國 所捐贈的幾億美元的記錄 包括哪六間著名大學 分別是哈佛大學、紐約大學、特拉華大學、 芝加哥大學、耶魯大學和賓州大學 這間賓州大學還被國會斷政了 無厘頭收了大陸三百萬美元的神秘捐贈 被人斷政了 這個賓州大 究竟是甚麼事 我們先說這六間大學 為何美國國會突然會抄出來說 原來 根據美國的高等教育法規定 所有的高等院校和大學 若然收取來自外國 價值超過25萬美元的合同和禮物 必須向教育部披露 當然捐款就是包括在內 其實這個規定很合乎程理 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會嫌錢 或者錢多到沒有訂購 就去捐給其他國家的大學 它必然是有一個目的和原因 當然全世界有很多富豪 包括中國和香港的富豪在內 就是會捐錢給一些大學 然後塞自己的子女進去大學 就讀 若然是這樣的情況 只要有紀錄在案 以及有向美國教育部申報 絕對是沒問題的 全世界都有這種情況 只要捐款額度夠大 就會收這些學生 起碼來說 目標是相當明確的 是知道你在搞什麼 那筆錢 好了 若然這些大學 是收取來自外國的政府 又或者是外國的半官方組織的捐款 這樣就不同說法了 因為瓜田理下所謂 喂 你收這些錢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明確的目的呢 是不是會恐慌 有一個安全的隱患就是 會不會被外國政府滲透這些大學呢 現在美國國會說明 執行高等教育法的目的 就是為了進一步了解對手國家 對於美國高等教育系統直接投資的影響 而且根據數據顯示 自從2015年以來 剛才我們所說的六間名校 已經接受來自中國 卡塔爾 沙特阿拉伯 伊朗和俄羅斯等五個國家 合共兩億七千七百萬美元 即是接合大約二十二億港幣的捐贈 其中九成都是匿名的 喂 為什麼會是匿名的呢 一定會惹人聯想和猜疑 現在美國國會正正要求 這六所大學 就著所有匿名捐贈的來源 作出交代了 比如說以中國作為例子 六間大學必須要交代 這些匿名的捐贈 究竟是來自中國政府 中共 中資企業 或是中國私人的捐款 美國國會特別提及到 最令人擔心的就是 有些大學收取了捐款以後 就會根據所收捐款來源 來改變自身的政策 比如說 有一所大學 他們收取了中國的捐款以後 竟然間曾經公開捍衛中共的政策 所以 我相信這就是美國國會 他們要去調查一下 究竟這些匿名捐贈的來源 的主要原因 另外 賓夕法尼亞州大學 他們無厘頭收取了三百萬美元的神秘捐款 後來被人查處 原來這筆捐款的幕後金主 是來自一家在香港註冊的公司 而公司的擁有人就是 上海地產商徐學清 賓州大學 沒有回應這筆捐款詳情 到底 為何要通過一家空學公司 來向賓州大學捐款呢 到底當中 有沒有牽涉到什麼條件交換呢 所以 美國國會現在查清楚這些匿名捐款紀錄 是很合理 也是很應該的 大陸和香港都有這麼多大學 每間都不捐 偏偏選了這間賓州大學 大拿拿捐成三百萬美元 折合成兩千二百幾萬港幣 交代一下目的都很應該 其實這些出現在美國的高等院校和大學當中的藏汙立舊 相信美國政府看在眼裡都是好一段時間的 為何之前一直沒有什麼風聲 現在忽然之間雷厲風行呢 相信就是要配合特朗普和蓬佩奧 近期一連串針對中國的行動而作出 按照特朗普的性格 要不就不搞 一搞就搞到底 而且他和拜登之間還在競賽 就是在鬥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對話強硬 特朗普現在就在教育範疇方面 都做了這件事 拜登也看怕是無話可說 經常說他自己比特朗普對華更加強硬 但連一個措施都不出口 豈不是說謊 藉著對華政策來拉抬選情 共和黨也好 民主黨也好 其實都是這樣做的 不過究竟哪一個能夠取信於美國的選民呢 真是要拭目以待 我們遲些又再看看 關於美國總統大選的民意調查結果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